我們無量無邊的過去的生命 所留下的力量 当我们要处理生死问题的时候 第八世就出现了 临终的时候 所以你临终的时候 你不是第六世一时的宗教勤操 一时的信仰而已 你必须成功的把第八世所有的力量 都能够 达到顺从本愿 我想我们今天会来到三界流转 我们阿赖也是的业力 肯定是不顺从本愿的 我们一定是顺从生死轮回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死亡到来之前 要调整自己的阿赖也是的力量 做好临终的准备 往生的人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当你把临终的时候 把佛号提起来的时候 你阿赖也是现前 他不能障碍你 阿赖也是里面所有的种子 都是跟弥陀的功德是随顺的 虽然你没有断 但是你有办法把它调伏引导 跟你所规划的 所发现的净土的功德 是一致的 你就成功了 就代业往生 你要把业带走之前 你必须调整他的方向 如果他的方向是跟你背道而驰的 你带不走他的 他把你带走 所以 建筑中 你一旦要离开生死 你就必须面对阿赖也是了 你迟早要面对 因为临终的时候阿赖也是一定要现前 那么这个时候 从维世的角度 我们面对我们阿赖也是要处理两个问题 一个是业力的问题 一个是思想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在临终之前做好两件事情 第一个 让你所有的业力 顺从本业 第二个 让你所有的思想 顺从本业 要做两件事情 当然我们先处理第一件事情 容易做就是处理业力的问题 我们 所有人都希望临终提起佛号的时候是 厌我临终无障碍 不要忽略的业力的力量 虽然我们临终是靠正念 是靠练力往生 但是如果你把罪业弄得很强大 你临终是障碍重重 你很难提起正念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透过忏悔 归一发愿 这个我们前面说过了 你一个进主中的人 如果你要处理你的业力 你要勤修忏悔 对于我们过去生所造的沙道淫望 对于今生所造的沙道淫望 我们要在佛前制成的修缠 发入自己的过失 你也可以拜八十八佛 你也可以专拜阿弥陀佛 关键是要以忏愧心 用忏愧心来面对业力 这是第一个忏悔法门 第二个归 我们要有一定的功课 来跟阿弥陀佛 好好的修归 让佛号能够在我们心中产生 专一相续的力量 因为你临终的时候 你不知道阿弥陀佛什么时候到来 所以你必须在临终的时候 佛号在你的身口意当中 要有一定的相续 要静念相聚 直到阿弥陀佛现前之前 你这个佛号要心中 要能够一段时间的运转 所以你必须跟阿弥陀佛很熟悉 我们不一定要追求念佛三昧 但是至少这个佛号跟你 也是相对熟悉的 在你的身口意的运转当中 你这个佛号带起来 是相对比较顺畅的 是一个很习惯性的 心理佛号专一安住 心理佛号相续安住 所以你平常要训练这种 跟佛号的一种 皈依的力量 第三个发愿 就是要延迟境界 唱会是针对过去 发愿是针对未来 好好的遵守佛头的借法 避免生口意的过失 所以这个忏悔归于发愿 就是让我们过去的罪业 让它沉淀下去 让它不能构成 往生的障碍 所以顺从的意思就是 让善业得到启发 让罪业得到沉淀 你必须在临终之前 做的第一件事情 想办法透过 忏悔归于发愿的事修 每天做功课 想办法让你阿拉 也是这个大海水当中的 业力沉淀下来 第二个 让你所有的 不施持绝的善法 的善业的力量 增长广大 因为善业会帮助你往生 它跟弥陀本业的功德 而是相随顺的 所以我们要达到往生的正念 第一件事情 你要处理你的业力的问题 当然最重要就是思想问题 你要能够做到 心不贪恋 意不颠倒 政令分明 这个思想的改造就是最关键了 我们一个正常人 没有经过佛教的训练教育之前 我们临终一定起颠倒 一定起颠倒 因为你平常是起颠倒 所以临终只好起颠倒 因为它是等流性 所以不起颠倒 它不是自然 你要加以 教育 沟通 来引导它 所以我们在 透过忏悔归一发言 慢慢把罪业调伏了以后 现在要做的就是 开始 去引导我们的思想 让它 顺从本愿 不要再顺从 娑婆世界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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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